最後我們請王委員精品諮詢 尋打時間30分鐘 主席 市院長 各位葛元及本院的同仁 大家好 首先要向市院長來表達個人的敬意跟祝賀之意 因為自從你重新再度止閣以來 可以說市政上非常積極進取 成果上也是逐漸顯露出來 所以跟你恭喜 那麼今天 精品要向執政團隊以及朝委的政黨 就當今國家面臨的困境提出了戒年 在中間提到的相關問題 也請行政院以書面答覆即可 理性包容多元文明愛心的台灣 讓我們在世人的面前抬頭挺胸 充滿著尊敬 很可惜一到了政治的領域全都變那樣 苦幹實幹用心打拼的台灣企業家 無論在何處都是世界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員 他們是台灣實力的奠基者 台灣競爭力的根源 但是很遺憾 一到政治的領域碰到政策的高牆 大都只能雙手一攤 三生的無奈 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 拿出對策 絕不再讓政治的台灣 凝架肉髮扭曲阻礙遵實的台灣 人民在兩千年期待向上提升 造就首次的政黨輪替 近二十年來 政黨輪替再輪替 但人民失望是都以希望 國家存倫的大於提升 政治正義化著文明的台灣 阻擾進步 侵蝕理性傷害成長 改造台灣的政治是刻不容緩 從政執政所為何事呢 讓政治回正軌走正道 讓文明理性站中間 顏色惡鬥 支列對立要散一邊 中華民國 國民 主權 憲法 國旗是我們的寶貝 我們要認同 捍衛 熱愛 以毅力108年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不用再證明 不需要在前後灌上遵合的名詞 形容詞 如此我們才能尊重 凝聚社會最大的共識 才能理直又氣壯地要求北京正式 以起立與毅力108年的中華民國 更有效統治著台澎金馬等地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名 臺灣是生我 養我 育我的母親 二者是太極援龍的關係 不矛盾對立 也不衝突互吃 紅帝左上角 青天白日 是憲法中明定的國旗 我們應該不分黨派 高級他 認同他 尊重他 當我們遺憲於奧運的場合 無法升起 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國旗的時候 至少在中華民國有效的統治地區 我們更應該抬頭挺胸 高級國旗 以他為榮 這就是正道 捍衛中華民國主權與憲法 是我們現階段最大的共識 也是我們具生存發展的根基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主權 中華民國憲法 這三項堅定的基本立場和國旗 是對內處理 朝委 對國家認同定位 處理兩岸問題的智慧先丹 信守並捍衛這三項基本立場 就能與北京對等尊聯 不坑不卑的討論 談判任何兩岸的事宜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是法定大陸地區 與台灣地區的特殊關係 因此兩岸任何爭議 敏感的問題 都有處理解決的空間 一切的爭議 以憲法為依規 回正軌 一切的認同 以中華民國為共識走正道 不讓我們在憲離建國 證明自憲等永無休止的爭辯 楊唐指揮才能夠昂首闊步走出去 不激毁 互出心血 全力以赴 所以金平實問清楚 這絕不是單純的法理 論述所能解決的 這是一項必須用心費力 不濟毁 付出心血 全力以赴 才有機會 能夠成功的政治大工程 如此我們也才有機會 凝聚因政治而分發 對立的朝委和社會 成為團結的台灣 沒有團結的台灣 絕對沒有能力 因應來自大陸和國際社會 越來越大的壓力 也越來越多的挑戰 回正軌 左正道 團結全民 同心同德幹實事 才能成就福國利民的大事 一個中國兩岸統一 台灣獨立 簽署和平學議 馬錫會 以兩岸領導人定調的九二共識 都是現實上 法理上 必須面對正式處理的問題 面對北京拋出的一國兩制 政治學商的促統政策 北京有北京的對台政策 我們當然有 我們可以反對 可以面對 可以討論 一如 蔡總統元月二日 三月十一日的回應 關鍵是 有方案 有回應之外 能否有效 正確的因應 才是重點 台獨是假議題 促統是遵有壓力 台獨或許是難以實現的假議題 但北京當局的促統 對台灣絕對是遵的壓力 面對內外嚴峻的挑戰 我們當然無法不理不睬的拖 也無法 視而不見的躲 必須正確有效 負負責謹慎的正面回應 一 金平發覺 去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選舉實力之後 民進黨在兩岸議題的發言或回應 並不透視 兩岸議題的敏感 事關全民的安危 實在是輕忽不得的 一 不能成意識之快 任意表態發言 二 不能只想討好部分人 第三 不能只滿足個人或政黨意識形態 第四 不能持有個人或政黨私利的考量 第五 應該要避免被誤解 被誤判的危機 我們必須負責任的 讓人民知道 台灣當前面臨的實況和壓力 不應虛張聲勢 助其其人 也不必自貶身價 判衰自己 有多少實力 可以承受 可以回應 可以拒絕 我有遵實地面對 處理解決之後 我們才能全心全力地向前走 我們認為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我們固然不必期待北京的善意 也不能天真的以為 國際強權會力挺我們 自己國家自己救 怎麼救呢 我們的朝野黨派 真的能感受 今日我們台灣面臨的壓力 處境的艱難 又應該能夠認知到 唯有開大門 走大陸 走出各自意識形態的堅持 走出各自政黨利益的算計 才有機會能夠化解爭議 對立與分歧 在大家隨不滿意 但能接受的共識下 提出解困的方案 有共識團結的台灣 才有能力處理當前內外的壓力和危機 否則 單靠執政者一廂情願 或充滿政治算計的政策 即時頒布再嚴格的政策 定定再嚴格的法律 很難解決不了問題 只會突征內部的對立 激化兩岸更大的衝突 對內沒有和解 對外沒有機會 兩岸也難以開創和平的方案 開大門走大陸 解決兩岸的困局 才可以解決台灣內部政治的分歧 過往大選或因選舉過程 不理性的攻堅 攻決 不公平的奧布 或因既有立場偏見仇視 不論任何黨任何人贏了到位 都失掉另一部分的選民 金平認為我們絕不能再讓大選結果 造成再次失掉半壁台灣的遺憾 贏得選舉者更要贏得台灣 當選才有價值才有意義 有團結有共識的台灣 大家才有前途 這才是台灣尊正的勝利 以性和平的民主大選 眾有激烈的選舉競爭 前後必能團結的民主大選 才是台灣尊正能影響大陸民力 先向台灣支持台灣 進而保障台灣最大利益的尊民主尊利多 台灣要戒順恐懼 不要因恐懼而恐懼 所以開大門走大路 就能為台灣創造更寬廣的康莊大道 台灣必須戒順恐懼 卻不能讓恐懼籠罩我們的心 遮住我們的眼 結果因恐懼而關上了門 走不了大陸 卻上了歧路 試想兩岸三通直航之前 反對者都信誓旦旦 演出著著著的木馬圖城記 直航已經十多年了 那今天木馬安在啊 團團圓圓養隻熊貓 反對者也以不要陷入中共統戰的陷阱 折騰了四年之久 才到台北動物園 近十年來看過熊貓的台灣人 多少又被統戰了呢 這些都證實了最大的恐懼 就是恐懼本身 近平看到九十三歲高齡的馬來西亞強人 馬哈蒂首相 他刊登於三月八日 香港南華早報的專訪 記者問馬哈蒂 他即將去參加一帶一路的峰會 對此有何期待啊 他回答 我認為我們對中國的態度是怎麼樣 都必須成論中國四個大國 我們必須與他們相處 必須了解中國的政策和戰略 做出因應調整 才能從中國的政策中獲益 他接著描述 中國租金大量流入世界各地的現象 記者問他 如果必須在中美之間選擇 他會選誰呢 他說這要視他們的作為而定 目前從美國的作為來看 美國非常不可預測 而我們當前也必須承認 中國和我們很接近 是個巨大的市場 我們希望能從中國 不斷擴增的財務中後裔 在經濟上我們選擇中國 但在政治上 集權政體對我們並沒有吸引力 能夠化敵為友才有未來 所以今天在台灣 不論朝衛南綠的相互敵視 或有人視大陸為敵人 或大陸視台獨為敵人 容我在引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前南非曼德拉總統說 想與敵人和平相處 就必須與敵人合作 然後他就能夠成為你的夥伴 馬哈蒂以馬來西亞利益優先的考量 他的務實態度 對我們的啟示是值得我們孫師 曼德拉以言行合一的人格情懷 化解黑白的情仇 衝突 團結的南非 為難力對立相互敵視的台灣 和兩岸的未來 指點出一條明路 只有和解的朝衛才有團結的台灣 只有和解的兩岸才有和平的未來 有和解才有和平的台灣 中華兒女本是同分生 所以在1919年以前 移民各漢人為主 移民台灣 1919年 國共內戰 四百萬 各省的同胞 遷移到台灣來 既是落地 親兄弟 何必補肉親 何況經由通分 孕育二代 三代 甚至四代 生在台灣 長在台灣 以難分省級 族群 既是命運共同體 就不應再分彼此 1979年 大陸改革開放 對台開放四十年來 台商 台幹 對大陸實力的增強 中華民族的壯大 有著絕對關鍵性的貢獻 1987年 台灣開放大陸探親開始 三十多年來 一波波 台商 台幹 台青 及台生 走向大陸各省創業 就業 就學 或嫁取通分 或成家立業 或舉家千里 又是一次 兩岸血緣文明的融合 以中華民族血緣為基礎 中華文化為橋樑 才有兩岸經濟互補 互利共生的發展機遇 和兩岸血緣 和兩岸血緣的大融合 即使 再大的政治爭議 兩岸屬中 就以中華兒女 本世同分生 建構難以切割的關係 也是兩岸和平共識 和平發展的基礎 台灣人的成就 造就台灣成為世界華人圈的驕傲 也是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 因此兩岸雙方都必須用心 來緊鎖這塊中華兒女的保地台灣 焦急地綿離戰爭的威脅 積極地共創中華民族的未來 共享發展的機遇 才能再次壯大台灣 讓世界看到有實力的台灣 讓台灣有尊嚴的走向世界 今天要再次重申 政治的台灣 凝架 肉化 扭曲 阻礙 遵實的台灣 政黨輪替二十年來 因為過度社會的動員 在世代 階級 坦內和族群間 產生無謂的對立與仇分 造成台灣嚴重的缺氧 未來四年 是台灣最需要冷靜 理性 團結的時刻 我們不應再陷入統獨的爭議 朝委對立惡鬥的死胡同 與各種假議題的糾葛 而應該務實地面對現實的內外情勢 和歷史遺留的問題 謊言我們共同的未來 讓國家能夠回正軌走正道 讓我們一起開大門走大陸 共同走上康莊的大道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王院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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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